各位前面啦各位我是胡子 可能會有觀眾注意到 我之前兩個禮拜每個星期 只有發兩部影片而已 那其實這不是因為我偷懶 是因為年底時代有太多事情要做 第一個我要去爬玉山 第二個我在準備跨年黨期的一些影片 然後第三個也就是最重要的就是 我在準備搬家 沒錯 各位看到標題還有這個 從來沒有見過的背景就知道 我搬家了 那你們可能會好奇說 欸胡子 你不是才搬過去新家那邊半年而已 怎麼立刻就搬出來了咧 這是因為呢 如果有看過我之前搬家的那隻Vlogger 你就會知道 我之前住的那個地方 其實嚴格來說算是Capsule的台中辦公室 雖然大部分的空間都是我全天使用 但是感覺 心裡面還是覺得怪怪的 就是覺得 欸是別人的辦公室 然後自己在裡面做實驗 然後弄亂七八糟 就是總覺得還是有點過意不去 那麼今年年底咧 剛好蔡沙魚乾 那麼舊的工作室租員到齊了 他們也要找新的工作室 我就寧濟動 欸那不如我跟他們一起合租好了 這樣三個人的預算就可以拉得比較高 我們就可以租到更適合更舒服的房子 結果呢 就是你們現在看到的這樣子拉 不過現在呢 這邊整個基本上就是一個 百費待絕的狀態喔 因為其實我是今天才搬過來了 各位可以看一下時間 現在的時間是 12月26號的凌晨3點18分 對我今天就是一直在搬家 搬完之後去吃一個雙蛋納車 回來繼續搬 然後搬到現在終於搬好了這樣 那為什麼我要及時在這麼凌亂的狀態下 就要趕快拍這支搬家的影片呢 因為明天早 應該說是今天早上 就是26號的早上 但是他那麼請了搬家公司 就會把舊工作室的東西 全部都搬到這裡來 到時候房子裡面就會充滿大家的東西了 所以我趕快抓這個 大家的東西還沒有進來的時候 帶你們看一下這邊的空屋長什麼樣子 好 那現在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空間 是我用來拍片的空間 然後這邊基本上 非常亂 就是我把所有東西都搬過來 但是我完全還沒有整理這樣 然後全部都堆在地上 我明天再擺天來慢慢整理 好那我拍片這個空間走出來之後呢 直接面對的這個空間就是我們的客廳 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張 82吋的那個電視 菜喳買的 真是超級浮誇 哈哈 好 那我們繼續往裡面走 走走走走走 走到另外一個公共空間 這邊這個空間 左邊這邊是廚房 右邊這邊 估計到時候應該會放個麻將桌或什麼之類的吧 好 然後這邊 走進來呢 這裡 就是我們之後規劃成的工作室 說是工作室 其實這是個網咖 魚乾的電腦會放這邊 我的電腦在這邊 菜喳電腦在那邊 然後這邊會再放幾張公共的電腦 這樣子 然後走出去這邊 這個大陽台 這邊還有一個吊椅 我剛剛拍片的工作室就在那邊 好 那我們 在房裡面走 那我裡面走了之後就會發現 這邊有一個很酷的 超狂的 這個 這間房子裡面居然這裡有一面大鏡子 然後這邊還有這個 這是給人家練舞的吧 所以我們之後 如果有人想要在這邊練瑜伽 或是說練舞幹嘛的話 就可以在這邊 呵呵 這是一個很奇妙的空間 然後這個空間呢 就連接了三間房間 這一間房間呢 就是 你看這邊架子很多 所以我們之後應該會在這邊放桌遊啊 然後 這邊也可以打地鋪 有客人來的時候可以睡這邊 這是一個多功能的空間 然後 走出來之後呢 這裡 嘿 走進來之後 好 這就是我的房間 我的房間現在也是啥都沒有 就是鋪一個地墊而已 那個床好像27號還是28號才會來 這邊就是一個小小的空間 床在這邊 桌子在這邊 然後衣櫃啊 就是 我不需要太大的空間就可以生活得很好 呵呵 然後再來呢 我的房間隔壁這裡 將 是魚乾的房間 好 這邊也是一樣空空的 這只有床 魚乾的房間是套房 裡面有廁所 這間房子的臥室真的是 超級多的衣櫃 我可以把一整年份的衣服都放在這邊 好 然後旁邊這邊呢 這個是廁所 不過這邊值得一提的是喔 你可以看到廁所這裡有一個門 然後這個門其實是通到在家的房間的 其實這個廁所呢本來是只能從這裡進入的 然後這邊本來是有一面牆封起來的 但是後來我們在規劃隔絕的時候是覺得說 欸 這麼大的一間房子居然只有兩個衣浴 而且兩個衣浴都在套房裡面 這樣不行 這樣如果客人來要用衣浴的話不方便 所以我們就把後面這個牆這邊直接把它打通 然後我們規劃應該會把這個門封起來 這樣這邊就變成一個公用的衣浴 然後菜喳這邊是密牙房 然後他要上廁所的話要走出來這樣子 然後菜喳的房間 也是搭搭的 因為他們都有預計想要在自己的房間裡面 設一個自己的景 不過我沒有這個需求 所以我就睡小旁邊就好了 然後菜喳的房間還蠻有趣的喔 這邊有一個暗門 這個暗門 裡面就是鞋帽間 也放衣服之類的 OK 好 那大致上我們新的工作室就是這樣子喔 大家可以看到 基本上現在這邊就是 全空了 就什麼都沒有這樣子 不過早上開始 他們的那個搬家公司 就把東西都搬過來 然後27號還是28號 我們新訂的家具就會從頭到 所以基本上在過幾天之後 這邊的狀況應該就會完全不一樣 好啦大致上帶你們看了一下 空屋形態的新工作室 那如果各位對新的家具進來 然後整個都佈置好 裝好之後的工作室 如果是長什麼樣子有興趣的話 魚乾那邊之後 應該也會有一支影片 就是把整個工作室 佈置完成的樣子 再呈現給大家看這樣 那等影片出來之後 大家記得要再去看一下喔 那再來第二件事呢 就是關於各位的事情啦 各位可能還記得 我之前其實有蠻多支影片 裡面有抽獎的對不對 那有一些觀眾都問說 欸 蠻子你抽出來的那個得獎者 怎麼都沒有公告一下咧 那在這邊也跟各位報告一下喔 我之所以沒有公告得獎者呢 是因為 我全部都還沒有抽 哈哈 這好像不是應該笑的事情喔 各位啊我前陣子實在是太忙了 所以那些抽獎的影片 除了抽出來要跟我一起去拍影片的那些之外 其實我全部都還沒有抽獎 不過呢我剛剛已經一次把所有的債全部都還完了 各位如果想要知道自己有沒有中獎的話 趕快到我FB粉絲團去看一看 我把所有過去抽獎影片的得主 全部都一次抽出來 各位如果想要知道自己有沒有中獎的話呢 趕快先來聽文章看一看 連結我放在底下說明區 還有自己留言也有 那這邊最後也跟各位說一下喔 因為從今天開始 29、30、31跟1月1號是4天的連假 那在這4天連假裡面呢 我每一天晚上都會出一支影片 其中也包含了各位非常期待的生存運動 所以呢接下來這幾天 記得要每天晚上6點準時回到我的頻道看我的影片喔 OK那今天的影片就這樣子啦 我是胡子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